小朋友,我们用棒棒摆了各种有趣的图形 这次你们用棒棒摆算式 当简或移动算式中的棒棒 就可以使算式发生奇妙的变化 怎么样,是不是很神奇啊 在开始玩之前,我们先规定一套数字 和加减运算符号的摆法吧 规定好了数字和加减运算符号的摆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增、减或移动棒棒的办法 使加号变成减号 或者使减号变成加号 这里所说的移动 是把棒棒从一个数字或运算符号上拿开 然后填到另一个数字或运算符号上去 因此,棒棒的总数是不变的 好了,知道了这些 那我们就开始玩吧 哇哦,变! 这个算式怎么是错的呢? 你能移动一根棒棒 使算式成为正确的算式吗? 快开动脑筋试一试吧 等号左边 2-1的结果为1 等号右边是8 左边小,右边大 我们应该试着让左边变大,右边变小 我们把左边的减号变为加号 把2下面的棒棒移动到减号上 这样2就变成了7 减号变成了加号 算式就正确了 7加1等于8 这下算式变正确了 朋友,在移动棒棒前 一定要认真观察算式 在明确哪边大,哪边小的基础上 试着把大的变小 小的变大 改变运算符号就是其中的一种基本方法 好了,不多说了 我们接着往下闯端吧 哇哦,变! 这个算式也是错的 你还能指移动一根棒棒 把算式变正确吗? 一看算式 我们就知道左边大,右边小 我们试着把左边的加号变成减号 使结果变小 可以把加号一根棒棒 跳2的前面 使它变成12 这样加号也就变成了减号 算式就正确了 2加11变成12减11 算式就正确了 好棒啊 小朋友,胜利闯过两关 表现真的不错 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关了 可一定要闯关成功哦 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哇哦,变! 请移动一根棒棒 使算式成立 把14前面的一根棒棒移动到结果1的后面 成为11 好棒啊 移动一根棒棒 变成4加7 等于11 算式成立了 小朋友 别走开 下一关 还有更多有趣的棒棒算式游戏等着你呢 快去玩吧 小朋友好 真开心 我们又见面了 那就快开始我们愉快的棒棒过山车之旅吧 看 一头牛走过来了 棒棒魔法变变变 原来这只头朝前的牛是用棒棒摆的 小朋友 我要考考你了 你能移动两根棒棒 让它回头 你能做到吗 快试一试吧 让牛回头 也就是使牛朝左的头变成朝右就可以了 移动这两根棒棒就可以了 好棒啊 只移动了两根棒棒 就从朝前探变成回头看了 快看 又走过来一只小猪 好可爱的小猪啊 棒棒魔法变变变 原来这只小猪是用棒棒摆的 小朋友 这次你能只移动一根棒棒 使小猪的头朝向相反的方向吗 把小猪原先头部左下方的一根棒棒拿到尾巴处摆放 就可以让小猪的头朝向相反的方向了 哇哦 好棒啊 只移动了一根棒棒 就让小猪的头朝向相反的方向了 小朋友 我们用棒棒不仅可以摆出很多图形和动物 还可以摆出很多文字呢 哇哦 变 这就是我用棒棒摆称的回字 现在让你只移动四根棒棒 使这个回字变成三个正方向 你能做到吗 开动脑筋试一试吧 图中一共有二十四根棒棒 要摆成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正方形 就要使两个正方形有重叠 还要利用一些棒棒做公共变 从而多产生出一个正方形 好吧 三个大小不一样的正方形摆出来了 小朋友 快去下一关挑战吧